Nutcracker 就是赏局那种走后门 其实这并不是近代才有的事 早在公元前500年 希腊的陶器上就有同性刚交的记载 没错 老祖宗比你想象的能干多了 但是走后门这事 并不是所有人都觉得爽 估计是小电影的原因 挺多男性都很想来这么一次 获得莫大的征服感 此外 肛门周围肌肉的收缩力比阴道强 因此给插入一方带来的快感 也确实更明显 可对于大多数女性来说 这后门还是能不走就不走 原因很简单 痛啊 而且女性又没有男性那样的 潜力线高潮 但感觉这事嘛 还是得看人 需要强调的是 钢交是一种非常容易 传播疾病的性行为 直肠不像阴道 没有润滑和杀菌功能 而且直肠异常交捩 插入过程中 总是会造成许多小的伤口 而细菌就可能由此入侵 造成感染 更严重的是 艾滋病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感染 所以钢交是一种高风险的性行为 请千万千万不要强行走后门 在双方都是成年人 且彼此同意的情况下 做些刺激性的尝试也行 但一定要充分润滑 使用专用安全套 必要时可以事先灌常 否则玩脱了 可真的会起不来床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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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